所以回来之后还是继续着以前的打法 而且经过这两年的锻炼好球 整个沙西队的实力相对来说内外线比较均衡 内线葛赵宝 任俊威 威力都很足 好球 再给打得很快 杨克沙利外线三分球再中 好球 内线实力有一定差距 所以说必须要在外线来进攻 好球 富兰克林现在的三分球命中率也是表现不错 好球 手当中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他的外线手感冰中率很高 雅克沙利又来了 这个点是一个最危险的点 再给哈达迪 杨接球以后一个中距离好球 次数比较多 但今天手感不佳 再给好球 打成 铜锡又来了 转换速度很快 再给雅克沙利空位三分 好球 第一节这种球如果说能够拿到的话 基本就得分了 在雅克沙利这个点 危险性更大 杨杀进去好球 太轻松了 最后的1.8秒 拿到球了 再投三分 这个铜锡队最后这一攻更加漂亮 上半场比赛结束 铜锡队将分叉 控制在了10分钟 最后这两次进攻 极为精彩 这如果是在第四阶的话 就是准绝杀和绝杀了 但是整个防守端对对方的威慑性是极大的 再给哈达迪内线好球 过来挡一下 约死杨直接拔 三分球命中 好球 所以对于山西队来说 现在进攻成功率必须保持 杨杀再给外线 三分球出手 好球 比赛又是比较大 看铜锡队这时候怎么打 突进去 太轻松了 拉回来 突进去 看这个球 好球 突进去 随便打了 这个时候还是21分 再给杨绍佳再来 这个时候 就看防守端能否解决杨绍佳这个点 直接拔三分 再中 外线可能控制能更多一些 对不起 这是应该是手雷冰人 看一下 杨绍佳又来了 同心一直把杨绍佳放在场上 这个道理也是对的 有一个绝对的进攻核心点 强托 现在没有一个内线球员能够在罚球线附近接应 外线好球 对杨绍佳重点照顾好球 同心控制比赛节奏 外线三分出手 卢维三分球 有了14个 山西队今天罚球很多 比较不错的一场比赛 对这个24秒 但时间耗光了 更没悬念了 2加1最后再打成一个 确实他们的表现 在进攻端的表现 值得赢下这场胜利 您说今天山西队确实出现了太多的问题